韩国朝鲜日报的头版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 韩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放松对于从朝鲜进口沙土的这样一个禁令 据统计仅仅2007年一年 朝鲜凭借向韩国出售沙土就盈利达到3600万美元 几乎相当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区4万工人的年工资总和 而这些收益全部被朝鲜用于军用了 因此今年4月份朝鲜发射远程导弹之后 韩国开始禁止从朝鲜进口沙土 但是目前韩国国内的进口商需求很大 在考虑到整个朝鲜半岛的关系 现在韩国方面考虑打算放松这一禁令 阿联酋的海湾新闻的头版说 迪拜现在在落实能源法 为什么这么说 阿联酋预计于明年年初来落实国际能源保护法的条约 比如在新建筑当中减少玻璃的用量 以此来降低空调的使用量 建造更多节能环保的楼房 此外每15年翻修一次旧的建筑 以使其更加的节能环保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媒体焦点部分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丹丹 好的 稍后回来 我们来看一组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北公务员对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进行体能训练 希望他们明年二月份能够顺便研发 台湾一个路边监视系记录 窃贼盗走车内财物的全过程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来关注今天台湾方面的消息 马上连线的是本台处台湾记者陈宣史 宣史你好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马英九昨天在金门出席一个60年前的一场战役 叫古宁头这个战役 60周年的活动的时候 他是有所表态 那么对于两岸关系 他希望能够化解仇恨对立 让杀戮进入历史 使和平成为永恒 对于金门民众希望能够尽早建设这个连接大小金门的这个金门大桥 他是乐观其成 当然今天整个台湾媒体最关注的就是国台办主任王毅 昨天在成都有关两岸经济合作的三点建议当中 那么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他有关ECFA的谈话 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解读 那么这反映出这是大陆首次就ECFA的恰商时程 明确做出表态 那么首先他们看到王毅奇的说法是认为 双方现在已经各自完成了研究阶段 那么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共同研究的阶段 至于12月的成江会呢 希望能够交换意见 并且呢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